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第57节的内容,那这一节呢讲的是politics,我们将会一起聊一聊有关政治的这个话题下边的一些常见的英文单词,那这一节呢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我们将会一起聊一聊英国的这个选举的制度,然后在section b第二部分,我们会聊一聊有关这个政策, 政策,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宣传的一个海报,好,那我们在学习信息之前呢咱们还是先复习啊,把上一节课内容呢我们先快速的过一下 好,上一节呢我们学的是crime,犯罪这个话题,好,那下面我们过一下黑体字啊,首先crime表示犯罪活动啊,罪行啊,那如果我们说犯罪, 这个动词我们要用commit,commit a crime,指的是犯罪啊,commit a crime,好,那犯罪的这个人啊,罪犯啊,罪犯,criminal啊,这指的是一个人 好,下面啊,这个表格里面是个人官罪行啊,首先第一个盗窃啊,偷盗啊,theft,theft,啊,大家注意啊,这一列的都是名词啊,theft,那它对应了这个人,thief,啊,小偷啊,盗贼,那使用的动词呢,我们用steal啊,或者用take,都是可以的,表示偷啊,偷。 好,还有第二个robbery,抢劫,抢劫罪,那抢劫别人的这个,抢劫犯啊,robber,那这个动词呢,rob, rob,嗯,好,先往下burglary,入室盗窃啊,那这个对应的人,burglar啊,那我们偷啊,可以用steal啊,steal啊,那如果入室盗窃呢, 还有个专门的词啊,burgo,啊,burgo,嗯,好,再往下murder,谋杀,啊,谋杀罪,那这个杀人犯啊,murderer,啊,murderer,它对应的动词murder,啊,murder。好,下面我们来看section b,啊,好,section b这里边啊,首先我们注意的第一个词组啊,break in,表示强行的闯入,好,强行的闯入, 从路边家,啊,去多东西啊,break in,break in,啊,那价值多少多少钱,我们用worth,啊,worth,啊,然后后面加的这个具体的钱数,啊,worth,嗯,然后第三个,attack,袭击,啊,袭击,啊,袭击, attack, escape,逃跑,啊,逃跑,它就等于get away,啊,逃跑,嗯,好,第五个,detectives,啊,警探, arrest,啊,逮捕,啊,好,下面我们来看section c, catch,啊,catch,这等于find you and arrest you,啊,是把你抓住了,啊,逮捕你, catch you,嗯,然后punished,啊,这里是个被动态啊,啊,you will be punished,你将会受到惩罚,啊,好,minor offenses,啊,这指的是一些 轻微的罪行,啊,轻微的罪行,啊,轻微的罪行,那它的反义词呢,就是重罪啊,serious offenses,啊,有这个series,嗯,好,再往下,find,这个表示罚款,啊,罚款,嗯,court,法庭,法庭,啊,guilty,表示有罪的,啊,我昨天说了,对吧,啊,判定某人有罪啊,you are found guilty,啊, 啊,所以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那这个found,啊,是这个find的,啊,变形,对吧,find,表示裁决,啊,裁决,判决,嗯,好,judge,法官,jury,陪审团,啊,那guilty的反义词呢,innocent,啊,无罪的,清白的,嗯,然后监狱,prison,啊,它的synom, 同一词是jail,啊,调是监狱的意思,好,那这是我们上一节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新的词汇,好,首先我们来看sectionA, elections in the UK,在英国的这个选举,啊,选举,election,好,when you vote for someone, you choose them by putting a cross on an official piece of paper,啊,那这里这个official,它中间多打一个空格啊,应该是个印刷错误啊, official,表示官方的,啊,正式的,好,我们从头来看,啊,当你要给某人投票,对吧,vote for,啊,给某人投票,啊,这个动词,我们用vote,vote for somebody, 啊,那你要怎么样,你选择它们通过什么方式呢,啊,在一个官方的一个正式的一张纸上面啊,打一个X,啊, put a cross,啊, on an official piece of paper,啊,那这里呢,跟我们,呃,有一点不太一样,对吧,我们一般选择什么,我们习惯的是打一个勾,对吧,呢,前面打一个勾,啊,但是呢,他们,呃,西方,呃,一些国家,嗯,选择什么呢,他习惯是在前面打一个X,啊, 啊,表示我选择这个,啊,打一个X,across,嗯,好,我们看这个框号里面的解释啊,啊,那这个,啊, called a secret ballot, because no one knows who you vote for,啊,那这个叫什么呀,吴季明的投票,啊,secret ballot,啊,这个ballot就是指投票,啊, 啊,secret ballot,嗯,谁也不知道,啊,别人选的是谁,啊,secret ballot,嗯, or by putting up your hand,啊,或者就是直接举手,对吧,嗯,这是关于vote for somebody,两种方式,一种是,啊, 啊,吴季明的投票,一种呢,是举手表决,嗯,好,再往下,In the UK, the general election is when the people elect the next government,嗯, 那在英国呢,嗯,general election,啊,就指的是英国的大选,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词记一下, general election,大选,那大选是什么呢,when the people elect,啊,选,啊,这个就表示选举,这是一个动词,啊,是这个election的动词, elect,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解释啊,choose by voting,啊,通过投票来选择,啊,这个叫elect, 那他们选什么呢,elect the next government,啊,下一届的政府,啊,下一届政府,啊,下一届政府,就是the group of people who control the country,嗯,好,我们接着来看, these elections are held at least every five years,啊,那这些选举呢,举行,啊,最少是每五年,啊,就有一次,啊, 啊,那这个held,那是这个hold,啊,它这里做成一个这个被动态,啊,held,啊,那它的原形是hold,啊,就是等于organized,啊,举行,啊,组织, 每五年一次, each constituency elects one person from one political party,啊,那每一个constituency, 我们看看解释啊,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到它的意思,an area where people vote,啊,它首先是一个区域,对吧,是什么区域啊,人们投票的区,啊,它就叫选区,啊,选区constituency, 每一个选区呢,选一个人,啊,one person,啊,从哪里选,啊,from one political party,啊,从一个政党,啊,political party,啊,政党, 那这个party呢,啊,翻译成党,啊,已经不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聚会了,啊,party,嗯,这个是指的是党,嗯, That person then becomes the MP,啊,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the area,啊,那那个人呢,就成为什么,成为了MP,啊,议员,啊,议员, member of the parliament,啊,议会的一个成员,啊,议员,啊,for that area,就成为那个区域,对吧, 啊,它是一个constituency,想一个人,啊,那被选的这个人呢,就成了那个区域的一个代表,啊,议员,嗯,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was the most MPs, there are 650 at the moment forms the next government,啊,那政党啊, 啊,拥有最多数的这个议员,啊,目前是多少,目前是六百五十个人,啊,那就形成了下一届的政府,啊,政府, The leader of the party in power is the prime minister,啊,那这个leader这个词我们之前学过,对吧,表示,啊,领导人,啊,领导人,领导,嗯, Leader of the party in power,啊,那这个party in power 啊,那这个party in power 是什么意思啊,啊,in control of the country,啊,就是它为有这个权利,对吧, 它控制整个的国家,那就是执政党,啊,那执政党的领导人就是prime minister,啊,英国的这个首相,啊,首相, 那有个地方的prime minister,prime minister,也翻译成总理,啊,叫法不一样,嗯,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language号这里,啊,首先第一楼是名词,啊,我们先看,第一个, politics,啊,指的是政治,政治,嗯,那它对应的人,政治家,politician, politician,嗯,那它对应的形容词, political, political,啊,政治的,啊,有政治有关的,嗯,好,下一个power,嗯,权力,权力, 啊,它对应的形容词,powerful,啊,有权力的,嗯,好,下面我们来看sectionb, political policies,啊,政治方针,啊,或者叫政策,嗯,好,people usually vote for a political party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the party's ideas,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believe in 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相信,啊,信赖,嗯,信赖这个政党的一些,啊,观点,啊,ideas,和他们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啊,表示赞同,所以他们believe in,嗯,我们来看一下括号的解释,啊, think the ideas are good, are right,觉得他们提出的这些,啊,建议,他们的这些,啊,理念呢,是好,或者是正确的,啊,那这里呢,我稍微再多说一嘴,就是关于这个believe in,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见这个believe后面加一个in,但有的时候我们见believe后面直接就加一个兵语,它有什么区别啊,一般我们,啊,如果说, I believe somebody,我只是说,啊,我相信某个人,啊,只是单纯的相信,啊,他这个人说的话呀,包括某件事啊,啊,它是正确的,啊,我可以说, I believe him, I believe her,啊,我相信,但是如果呢,我说, I believe in,啊,那除了表示相信他, 他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表示,啊,对他有信念,啊,或者是有一点点信奉,啊,有点深信不疑的那种感觉,啊, believe in,啊, believe in,啊,更深的一层的含义,啊,所以呢,啊,如果,啊, 人们,啊,选了这个政党,他们对这个政党表示什么,深信不疑,啊,坚信,啊,坚信,啊, 好, these ideas become policies,啊,那他们的这些ideas,就成了 政策,啊,或者叫方针,啊,都可以,就是 sets of plans and ideas that a political party has agreed on agreed on 调是 一致的同意,啊,一致的同意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宣传海报啊 vote for us and we will 给我们投票,那我们将会 怎么怎么样呢,提出这些 policies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 provide free nursery education for all children 好,那这个nursery education 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这个词了 我们之前学的 有什么nursery education 什么primary secondary university education 等等等等 这个比较什么幼儿的教育 nursery education 也就是最开始的 人们在这个幼儿园阶段的这个教育 那provide free nursery education for all children 那给所有的这个孩子呢 都提供免费的幼儿教育 那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的 一些搭配啊 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provide for 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那如果有想先说人呢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那是所以我们这句话还可以怎么说呀 provide all children with free nursery education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provide more care and support for elderly people 这个是什么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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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ing after people especially old people 照顾 照顾 提供更多的照顾与支持 support 就等于help help 第三个解释 sometimes in the form of money 有时候呢 是以这个金钱形式的 比如说 多发一些补贴啊 等等啊 然后为这些老人 elderly people 老人 第三个 reduce employment 减少失业 减少失业 reduce 就等于make less 使它变少 那它的sunanime cut 减少 削减这个失业的失业率 失业的情况 好,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create a fair tax system 创造一个公平的税收系统 这个fair表示公平 我们看一下它的解释 dealing with everyone in the same way 处理每个人的事情呢 都用同样的方式 就是公平嘛 反义词是 unfair 不公平 那tax 表示税 money people must pay the government 给政府交的这个钱 叫税 好,那最后 他说 above all we will treat people as equal 最重要的是 above all 就等于most importantly 最重要的是 在这些前面提到的这些方针政策之上 above all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 对待每一个人 对待每一个人 用公平的方式 就是公平的 对待每一个人 那这个treat 表示对待 behave or deal with people in a particular way 对待 equal 平等的 公平的 having the same importance 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他的这个adverb是什么 equally equally 好,下面我们来看最后 这个language help 这里 这里是verb 首先第一个 believe in something 他的名词是 believe 就是信念 信仰 这个reduce 虚减 减少 他的名词形式是 reduction reduction 好,那这是这一节的内容 好,我们继续来看 课后的练习题 首先第一个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word on the right 他右边呢 给一些词汇啊 然后我们把这些词汇呢 用它的正确的形式 可能是动词变成名词 名词 或者变成形容词 等等等等 用它正确的形式呢 来填控 好,第一个 have they set the date for the election 那这个set the date 指的是什么啊 订日期啊 确定日期 他们为这个选举 确定日期了吗 election 好,他给的这个动词是 给的这个词汇是一个动词形式 elect 我们填成它的名词形式 好,然后再往后第二个 politics politics 这个是名词啊 名词 好,我们看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issue 就业问题啊 是一个重要的 政治问题 这里呢我们填的是一个 adjective 填的是一个形容词 好,第三个 第三个他给的是 believe 给的是一个动词 好,我们看 my political beliefs are important to me 我的政治信仰 这填的是一个名词 政治信仰 好,第四个 他给的是power 给的是名词 the president is a very powerful man 好,那我们填 熊容词 一个非常有权力的 权力很大的人 powerful man 好,第五个 那给的是reduce 动词 I hope there will be a reduction in my tax 那这里呢 我们填名词 显而易见嘛 因为前面给的是re re后面只能填名词 好,第六个 politics 还是给的这个词 我们看看 do you believe what politicians say 那你相信这些政治家们 这些政客们 说的话吗 politician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题 好,complete the crossword what is the vertical word in grey 这个呢 我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 我们就对照着一起看一下 复习一下我们 在上一页学的那些词 好,第一个 most importantly 大家还记得吗 above all above all 最等于most important 这可以当一个插入语 对吧 比如说你在发表演讲的时候 你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观点了 但是最后 你要把最重要的这个点说出来 然后你可以说 above all 然后什么什么说 对吧 好,第二个 person in control of a political party party 这个是leader 领导人 leader 好,第三个 another word for old 我们可以说 elderly elderly 表示老人 elderly people 老人 好,第四个 a synonym for reduce 不可能是 cut 减少 减少 第五个 money people money people must pay to the government tax 税 对吧 税 好,第二个 a set of plans and ideas that are good agree on 这个是policy 政策 方针 一系列的这个计划呀 包括他们的理念呀 一组人呢 都是达成一致的 agree on 所以这个是policy 好,第七个 help often in the form of money support 第八个 not fair unfair 不公平 好,我们来看 第三个题 rewrite the sentences 重新写句子 on the left starting with the words given keep a similar meaning 我们重新写一下句子 保持这个均一一致 好,第一个 they are in control of the country 我们可以说 they are in power 第二个 they elected they elected 我们可以说 they voted for her 第三个 elections take place every five years elections are held every five years 这个take place 指的是什么 happen happen 就是发生嘛 那这里呢 我们同一题换成 i held 举行 举行组织 是一个意思的 好,第四个 they will give hospitals more money 那我们可以说 they will provide hospitals with more money 大家这个 一定要稍微记一下 那还可以怎么说呀 这个 这个结构是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那我们可以 还可以怎么说呀 provide more money for hospital 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这是变了一种说法 好,第五个 no one knows who you vote for 这是 it's a secret ballot 无记名投票 好,第六个 it's a fair system for everyone the system trates everyone equally 或者叫 fairly the same way 都可以 好,第七个 our policy is to look after old people 那我们可以说 our policy is to provide care for old people 或者 the elderly 为这个老人 提供这个 照顾 更多的关怀 好,下面我们来看 第四题 complete the text in Canada elections work in a similar way to the UK 和这个英国呢 是相似的 选举 elections Canada is divided into 308 political constituencies 选区 选区 政治选区 but they are called writings in Canada 在加拿大呢 就叫法不一样 他们叫writings and altogether there are 19 registere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country 一共是有 19个 政治 党派 political parties elections are held every five years and people vote for just one person in each writing to become their member of parliament 这个 选举 elections are held every five years 五年一次 然后人们怎么样 投票 vote for 投票给 一个人 就选一个人 in each writings 选区 成为他们的 议员 member of parliament 就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MP 议员 就代表 这个选区的人 the party that wins the most writings is then asked by the governor general to form the next government 政党 政党 赢得了 最多的选区 的这个政党 会被怎么样 asked by the governor general 这一声 表示总督 会被总督 要求 asked by the governor general 来形成 下一届的政府 next government 下一届政府 and the leader of that party becomes prime minister 那个政党的 领导人 成为 首相 prime minister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五个题 over to you answer the questions if possible ask someone else in the someone else the same question 那下面这些题呢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回答了 我们就看看这个问题 看看大家理不理解这个意思 首先第一个 how many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are there in your country 这个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主要的政党 主要的政党 第二个 which party is in power at the moment 目前呢 哪个政党在执政 party is in power 在执政 好 第三个 when were they elected 他们这个党呢 什么时候当选的 好 第四个 who is the leader of this party 那谁是这个政党的领导人 第五个 did you vote in this election 在这个选举当中呢 你投票了吗 好 那这个我们就不回答 这里呢 稍微补充一个词汇 我们国家的中国共产党 叫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简称就是cpc cpc 好 第六个题 over to you look at the policies in section b on the opposite pag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m 刚才我们在 sangshen b 是不是学了一个大海报啊 他提出了好多政策 什么 优务教育免费啊 什么给老人提供帮助啊 等等等等 那你觉得这些怎么样呢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m 你怎么想的呀 if you were in power would you have this policies 如果你 让你执政 那你会有这些政策吗 what policies would you have what policies would you have if possible compare your answers with someone else 好 那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最后我们把音频再听一遍就结束 a elections in the uk when you vote for someone you choose them by putting a cross an x on an official piece of paper called a secret ballot because no one knows who you vote for or by putting up your hand in the uk a general election is when the people elect the next government these elections are held at least every five years e constituency elects one person from one political party that person then becomes the mp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that area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with the most mps there are 650 at the moment forms the next government the leader of the party in power is the prime minister b political policies people usually vote for a political party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the party's ideas and these ideas become policies vote for us and we will provide free nursery education for all children provide more care and support for elderly people reduce unemployment create a fair tax system above all we will treat people as equal ye vous совремé